下图为坐标平面上二次函数y等ax平方加bx加c的图形 此图形通过-1 1 2-1 2点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第一个选项 y的最大值小于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 在图形这个函数的图形上 我们会发现这些点 老师现在指的这些点 它的图形是在x轴的上方 在x轴的上方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y的函数值是大于0的 那么所以说第一个选项是错的 接着b选项 当x等于0时 y大于1 我们看到图形 当x等于0的时候 y的函数值在这里 它大于1吗 我们可以知道 一开始题目给我们的线索 它通过-1 1 所以说上面这个点叫-1 1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代表说当x等于0 y的函数值没有比这个1还要来的高 所以说它就小于1 它y值是小于1的 当x等于0的时候 所以说第二个选项也是错的 接着c选项 当x等于1的时候 y大于1 我们看一下 当x等于1的时候 y大于1吗 它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当-1 1 在顶点的右侧 所以说它只会越来越下降下去 所以说它不可能再比这个-1 1来的大 它y的值不可能比1还要来的大了 因为当我们的越往右边走的时候 你的y的函数值应该是相对的慢慢的再越来越低 所以说c选项当x等于1的时候 y大于1 这也是错的哦 我们看图形也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当x等于1的时候 它函数值大概介于 就越来越靠近0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是错的 最后猪选项 当x等于3的时候 y小于0 我们可以知道 当x等于3的时候 y的函数值在这边 所以说它是在x轴下方 它小于0是没有错的 所以第四个选项是对的 所以这一题答案选择的是猪